HELLO 大家好 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台版的3月21號的更新內容 那首先我們打開BS模擬器進入到遊戲中 那首先我們可以點這個三遍啊 這次的更新就是一個而已 就是阿曼之塔的一個箱子 鐮刀死神箱 打開三層就會看到 鐮刀死神的束縛 充高等做紅裝 然後他可以做這些有的沒有的裝備然後裡面有一個16石 鐮刀死神的16石 然後這個可以獲得經驗值10%還有銀海大的祝福消耗減10% 這要怎麼使用就是點兩下 那個點兩下就會使用下去了 然後他家裡還有三個 燒牌的裝備就是這個 氣紋戒指 還有變形怪首領項鍊 還有魔王戒指 這三種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來介紹這三種 然後我們先點進去看一下 鐮刀死神就有10箱的一個詳細內容 他的活動時間是到4月3號禮拜二 然後可以在三層這邊購買熱箱子 他熱箱子在打開就獲得這個 鐮刀死神的16石 然後並有機率獲得其他的稀有道具 然後這個16石可以用來做這個裝備 然後箱子6月13號刪除 然後他這一次也是有一個優惠的箱子啊 500鑽然後可以獲得11箱 原價是1000鑽就11箱 然後100鑽一個 優惠的就是半價500鑽11箱 然後他的機率獲得道具有這個騎士犯的之劍 還有木乃伊的王冠主代巨人戒指 烏雕頭紅 那這一次的 裝備的內容大部分都是新的裝備啊 就是傲慢之塔的一些BOSS會噴的一個裝備 然後其中還有這個 封印的傲慢之塔 移動符咒 這個就是那個封印的移動符 要集滿兩個 或者是集滿一個加130的 那個 一樓的傳送符或者是二樓的傳送符 才可以解除封印 好接下來就是一些比較舊的裝備啊 吉吉比斯的啊或者是 品輪褲子啊 然後 大家下面有說明一下 騎士犯的之劍跟其他的裝備 那騎士犯的之劍主要就是有這個汙迷攻擊加5% 那汙迷攻擊加5%就是騎士在使用他的衝擊之音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 容易暈到 對方啊 那還有主代巨人的戒指 然後他是賢敏加1的一個 腰帶喔 這個 他是寫說戒指 可是他的 裝備位置是在腰帶的部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他是腰帶喔不是戒指喔 然後有這個巫妖斗篷 法師用的 那他的裝備位置是在 鎧甲的部分喔 然後有這個謂叫眼魔的青眼 他是法師的裝備 那他的位置是 盾牌的部分 那他這邊很多都是法師的 所以這一次的相似也是 稱為這個法師的加強裝 法師這一次要畢業就是 主要是靠這些東西 然後他下面有一個製作的吧 我們等一下慢慢講 講下來 那青燈道具有這個石油石 石油石嗎 然後還有這個 傳統的卷 然後這個鐮刀石油石就是 點兩下之後使用後就可以 或者這個職王 鐮刀石成的一個祝福buff 一小時 一顆一小時 所以100狀 一小時 然後可以或者經驗值加10% 或者是英雅薩的祝福-18這兩種buff 所以如果你在那個購物很多人很少的地方你就可以開下去使用 醬汁歐泡瓦你就可以用下去了 然後阿曼茲達的移動卷軸 就是可以裝到一樓 二樓 三樓 這邊有一樓 一的二 三就是他的樓層的一池 然後這邊有阿曼茲達的直接用普通池 這個移動的符咒 然後時間符咒只要68等才可以使用 然後是3月28 回修後才可以使用 這邊就表示說3月28號 他會開放這個奧曼斯塔 他會開放奧曼斯塔的部分 那他除了開放奧曼斯塔他還會再開放一個 地圖叫做 黃昏山脈 黃昏山脈就是有一些巨人類的怪物 然後巨人類的怪物就是會噴這個泰坦皮帶 附中加1500 比歐吉皮帶也要多500 然後接下來是製作的清單阿 他可以做一些 比較特殊的裝備阿 像是變形怪手禮 項鍊 跟這個氣魂戒指 這兩個 就是主要都是忽明抗性 的一個加成 那他主要就是來防止被衝暈阿 在傳戰或者是你要 或者是你在練功 然後被 補刀的時候 都可以降低被衝暈的機率 然後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魔王戒指 這是法師的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裝備 他有智力加1 魔攻加2 還有這個魔力維護加1的一個效果 那主要的功能就是他的魔攻加2 魔攻在法師 對法師來講是一個非常 需要的一個屬性 那有魔攻 才有搭的傷害值阿 然後其他裝備就是比較普通阿 克特套裝跟紫棋套裝 那克特套裝的能力就是減免加2 主要就是減免加2 還有防禦減10 然後死亡騎士套裝就是力量加2跟近距離加2 還有防禦減10 還有更普通的武光跟神光系列的裝備 這兩個基本上大家不會做這個阿 因為他的成本太高了 要60顆耶 60顆大概要6000鑽 比一張藍布還要貴了 所以應該不會有人做這個 然後還有材料箱就是可以做一些 英雄階級的裝備阿 武器阿大部分都是要有這些特殊材料 所以要有這些材料 然後還有材料箱就是可以做一些 但是真的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藍布的裝備 或者是有些藍布的裝備 因為做一些藍布的裝備 就是所以說 這個在確實在的裝備 就是藍布的裝備 就是藍布的裝備 但是有很多裝備 可以做一個藍布的裝備 然後那個裝備 裝備裝備 你不在裝備裝備 就是藍布的裝備 就算了 就算了 我帶你去裝備裝備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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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原本以為 三隻出來之後 奧曼斯塔的傳統圈也跑出來了 看一下喔 在這邊 奧曼斯塔的傳統圈跑出來了 那大家這邊要注意喔 有些玩家要買二樓的傳統圈 然後大家看下去 以為這 二樓的兩張 八字鑽他就買了 事實上他只有一張喔 你要看這個下面的小數字喔 不要買錯了 因為在鞍板的時候有很多非常多的玩家都買錯 他以為這是兩張 結果他都買下去 然後他就虧了 因為他用一單的價格 用兩單的價格買到一張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你要數量要看好 不要買錯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介紹 就是介紹 來版的3月21號的更新內容 這次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點選喜歡 並訂閱頻道 感謝你 記得訂閱 訂閱 記得訂閱 鈴鐺 字幕